那只有這個五分鐘呢 才有提到想要買個小小的投影機 結果隔天早上起來 發現他的Instagram就有這樣的廣告 小小投影機的廣告 大家好 歡迎大家點擊這個短片 我是魏惟 今天我在上網的時候看到一篇文章 蠻驚悚的然後跟大家分享 這個在Medium這個網站的一個文章叫 Instagram is listening to you 那這是一個這位老兄寫的 他裡面就想說 懷疑Instagram這個APP 有在偷偷聽我們在講什麼 那他這邊有寫完整的故事 那大家可以去這個網站看 我會把這個文章的連結 放在這個影片的連結裡面 那它裡面就是說呢 它是有說西班牙文也有說法文也有說英文 這樣 那有一次呢 他去爬山的時候 還是hiking去郊外遊玩的時候呢 那他的手機放在他的後背包 他的手機是iPhone7 Plus 放在後背包 然後是從7點爬到3點 反正就是他們去爬山 然後在這個爬山的過程中呢 他跟他的親戚說 他想要買一個 你看這邊有寫 他說他跟他的親戚 用西班牙文聊天 說他想要買一個東西 買什麼東西呢 買一個小小的投影機 可以把手機的影像 可以把手機的影片 可以打到那個牆上 他想要買這樣的一個小小的投影機 然後他呢 只是突然的興起喔 突然一時想到想要買這樣的東西 而且他之前都從來沒有Google過 這個小的投影機 然後也都沒有在其他的地方有講過 在他的社群網站也都沒有講說 他想要買這樣的東西 也沒有搜尋過 也沒有在任何地方有寫過 他想要這個 完全是一個隨機的討論 就突然興起講到這個東西 然後他就講說 他回憶說 如果能夠有這樣的投影機 小小的投影機就好了 然後他的 他的親戚呢 就回應說 真的有這個東西喔 這樣子 說我們應該要買一下 說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討論呢 只有五分鐘 只有五分鐘 是用西班牙文在聊天 那他們在出去玩呢 是六個小時的時間裡面 只有講到五分鐘 那只有這個五分鐘呢 才有提到 想要買個小小的投影機 結果隔天早上起來 發現 他的Instagram 就有這樣的廣告 小小的投影機的廣告 然後他就覺得 超不可置信的 因為他從來沒有搜尋過這樣的東西 你有這樣的經驗嗎 就是你完全沒有搜尋到什麼 好像你的Instagram 或者你的網路 就可能知道 你到底在想要買什麼東西 就把這個廣告推送給你 然後他就嚇到了 然後他就說 希望Instagram 能夠解釋給我們聽 他到底是怎麼樣 能夠做到這樣子 就馬上知道 你想要什麼東西 馬上推送給你 他說他本身是一個開發者 然後他知道 IOS是怎麼樣運作的 然後他呢 猜想 可能是因為這樣 是說 他目前的 這個 隱私權的設定 像這樣子 隱私權的設定 有把Instagram 這個麥克風打開 然後他猜想 這是他猜想 說Instagram 可能是 會 在這個App 在背景執行的時候 偷偷的 聽你在講什麼 而且這個 偷偷的 這個聽你在講什麼 他是講西班牙文 所以 這西班牙文還被 翻譯 黑科技 翻譯成 文章 然後 再 推送 知道你在講什麼 在推送廣告給你 這是他文章 想講的事情 那不曉得是不是真的 他 在這個下面 有好多人回應了 說 也有 他們也有發生過 類似的情形 不曉得 點擊這個 短片的各位朋友 有沒有發生過這樣的情形 那麼覺得很恐怖 有沒有想要把 Instagram的這個隱私權這個 關掉 那大家可以去關一下 或者說不用關掉 真的讓 Instagram知道你喜歡什麼 然後真的推送廣告給你 我覺得其實也蠻方便的 那這就是今天的短片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那我們明天見